边际解封 不过疫情影响的这两三年以来 桃园机场除了营收锐减之外 防疫相关措施还有人力 也让营运的成本增加 民航局长林国贤7号到立法院 审查明年度总预算的时候 就松口表示 未来桃园国际机场 可能会针对转机旅客 收取机场服务费 详细的方案 预计在三个月之内就会出不 那其他国家有这样的状况吗 其实我们看看日本东京长天机场 还有南韩的人川机场 以及香港国际机场 过去还有现在也都有对转机旅客 收取200多元到700多元 不等的机场服务费 边际解封航空业重新活络 国际航空长荣和华航 积极布局新航店 抢供转机客源 但疫情近三年来 机场增设相关防疫措施 让营运成本增加 民航局长林国贤 7号到立法院审查明年度总预算案 松口表示未来桃源国际机场 可能会针对转机旅客 收取机场服务费 我们也观察到过境旅客 我们没有收机场服务费 确实过境旅客用到 我们非常多的资源 我们积极来研议 什么事可以告诉我们 三个月好吧 好 比比看邻近国家 对转机客收取的机场服务费 未来淘机如果收取 费用可能不会超过台币500元 日本东京成田机场 目前收取费用约台币 230多元到580多元 香港国际机场也一场短程不同 收取台币280多元到700多元的费用 韩国仁川机场 则是固定收费1万韩元 折合台币约230元 但为了吸引转机客 仁川机场还主打额外的卖点 最短只需要45分钟 就可以直接做转机的动作 仁川机场的服务这边 除了说你做转机以外 它还有一些市区 CD tour的体验 那里面也有类似 大型的shopping mall 如今台湾可能更进 对转机客收取机场服务费 有旅行社业者透露 出席可能会降低外国客 在台转机意愿 实施后需要两到三个月的观察期 怎么在竞争的转机市场中 脱颖而出 将是桃园机场要面临的重要议题 记者桃宣黄明志台湾报道